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万难的配色方案 就是白色加蓝色加棕色 我会发现这个配色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于 不管你是什么风格 什么年龄 用什么单品 甚至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季节里 只要是用这个配色 所有的穿搭出来的感觉就是高级 简约而且很难看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造型举例 有厚有薄有不同的风格 大家可以借鉴以下白色的衬衫 很简单 我们下半身就可以直接拿一个 藏青色的半身裙 再拿一个棕色的包 这个配色就已经特别好看了 同样的配色思路 我们其实也可以换一个单品 蓝色的衬衫 再加一个卡其色的裤子 把包包变成白色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配色在不变的基础上 但是它的风格又会有一点点变化 有一点点年轻大爽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单品 我们把白色变成一个长裙 外面再加一个蓝色的马甲 拿一个棕色的包 这一身的感觉就是 颜色不变的情况下 它又变成了副甲风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内心应该是有一点点思路了 那我们再把思路打开一下 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一个升级版 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 我们把蓝白中这三个配色 都可以穿在身上 那比如说我直接拿的 一个棕色的皮衣 那我在里面直接叠穿 一个蓝白的衬衫 但因为它是一个叠穿的方法 所以它的感觉会更复杂 下半身的鞋子 我就发一个同色系 想要再细节亮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拿一个蓝色的包 当我的颜色一固定了 不管我的颜色占比多少 这一身只要配色对了 它都很好看 所以我现在想摁着大家的头说 蓝白中这三个配色 给大家印在脑门里 也可以在这个思路上面 稍微延伸一下 我的棕色皮衣 换成这种牛仔 它也是蓝色 所以我身上有一个蓝白的配色 那我在细节上 就可以直接用棕色 当我把棕色 加在蓝白中的衣服上面的时候 我的整个搭配 所以就像是活了一样